这只小狮子正在啃食树根 因为它饿了 直到现在它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进食了 它的名字叫莫扎 莫扎和自己的母亲尼奥塔相依为命 已经五个月的它依然需要母乳 今天它的母亲刚刚捕获了一只小油猪 并没有带回来和莫扎一起享用 而是自己吃起了毒食 这样看似很残酷 但是尼奥塔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食物有限 尼奥塔知道自己的身体垮了 莫扎还无法受炼 自然也就不能存活 这对可怜的母子 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士群 那时候尼奥塔刚刚产下幼崽不久 四只流浪雄狮组成的联盟 击败了他们的狮王 如果尼奥塔选择向新王臣服 他的五只幼崽必定难逃厄运 尼奥塔没有放弃自己的孩子 而是选择带着幼崽逃跑 当时的莫扎是其中最小的一只 他们徘徊在饥饿和危险的边缘 勉强多人 随着时间过去 另外的几只幼崽都先后离去 直到现在只有莫扎还活着 母子每天徘徊在各大士群领地的边缘活动 面对生活的艰辛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现在正值五月 不久前刚刚下完大雨 整个大草原都开始长出新的青草 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机 但是现在却和旱季同样难熬 因为迁徙的狮草动物 暂时还没有来到这里 尼奥塔想要独自完成狩猎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们不能相比整个狮群 对方可以合作围剿大型的猎物 而尼奥塔的狩猎对象就极其有限 大部分食草动物的速度都要比狮子快 只有猎猎的速度和狮子相差不大 但是对方更有耐力 尼奥塔想要成功狩猎 就必须尽量地靠近猎物 他这一次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小的猎猎 凭借矫健的伸手 成功完成了狩猎 此时他开始呼唤自己的儿子 前来一起进食 两只狮子开始狼吞虎咽地享用眼前的大餐 这是一个星期来 莫扎首次吃到肉 而就在此时危险也随之而来 这时候却吸引来了一群猎狗 这些成群结队的家伙 专门抢夺别的食肉动物的狩猎果实 专挑老肉病残欺负 眼前的母狮和一只幼崽 正是他们理想的目标 此时狮子幼崽饥饿难耐 他拼命地啃食着食物 能多吃一口吃一口 他的母亲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一是留下来保护不来的食物 当然这样幼崽的处境也将会更加危险 另一个就是主动放弃食物 带领幼崽赶紧离开 母狮为了安全起见 不想喝野狗群硬钢 所以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此时母子再次闯入别的士群领地 四周都潜伏着致命的杀手 对方随时都在等待着破绽 在不远处另一个危险也随之出现 一只雄狮正在巡视领地 如果他发现幼崽莫渣 一定不会留下活口 他的母亲必须时刻加倍小心 直到现在雨季已经接近尾声 地上的杂草生长得非常快 但是迁徙的兽群 暂时还没有抵达这里 这就意味着生存依旧艰难 还好尼奥塔的狩猎经验十分的丰富 再次抓到了一只游猪 他使劲地咬着对方的脖子 不敢松口 这是他们母子生存下去的希望 对于一只母狮来说 相比于狩猎 能够成功地守住猎物 才是最难得 他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确保没有被别的食肉动物发现 为了制服这只游猪 他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他不敢用吼声呼唤自己的孩子 这样容易暴露 尼奥塔选择把猎物放在原地 去寻找自己的儿子 然后一起享用眼前的大餐 这是近期以来 母子两个吃得最安心的一餐 吃饱后 他们躺在地上 享受短暂的舒适 对于莫渣来说 现在母亲就是自己的全部 自己能不能生存下去 完全依赖自己的母亲 此时更危险的一方 也在逐渐靠近 两只熊狮也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母狮必须带领幼崽赶紧离开 不然幼崽必定难逃厄运 这对可怜的母子 只能再次饿着肚子 徘徊在这个草原上 眼下食物紧缺 尼奥塔别无选择 前往别的狮群领地寻找食物 这一次他们闯入了帕拉迪赛狮群 幸运的是对方的母狮群 并没有领会他们的到来 但是尼奥塔当狩猎到食物的时候 他们就围上来直接抢走 尼奥塔只能跑到远处 不敢靠近 再一次看着自己的战利品被瓜分 没有办法 现实总是这样残酷 无论有多难熬 明天依然在向他招手 对于他们母子来说 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年幼的莫渣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虚弱的状态 他急需要摄取食物 此时尼奥塔发现了一只眷铃 这种羚羊的速度远比狮子快得多 就算体力充沛都不一定能够成功狩猎 更何况尼奥塔现在饥饿疲惫 但是这或许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再不能完成狩猎 他的儿子莫渣将无法存活 母性爆发的尼奥塔成功拿下了猎物 随后母子开始尽情地享用大餐 这只眷铃可以让他们吃上两天 然而这样难熬的日子将会很快结束 千禧的兽群马上就会来到这里 第一批队伍已经出现 他们需要度过眼前的河流抵达目的地 紧随其后的是脚马大军 此时河里的鳄鱼也可以饱餐一顿 各种食草动物大军都也陆续赶到 整个大草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这是动物界非常震撼的画面 同样食肉动物的好日子也来了 莫渣成功熬过了最艰难的季节 他的身体日渐强壮 多亏他有一个强壮坚毅的母亲 总有一天莫渣会离开 前去建立自己的狮子王朝 这次是动物界的狮子王朝